不依不饶,忙死里问的人,其实都是假球迷 他只是愿意看中国足球的热闹 他并不真正关心中国足球 听懂了吗? 就真正关心中国足球的人 第一时间会有反应 然后等待这个调查的结果 或者他认为这个东西就会不了了之 因为这是一个实际情况 因为这里边所牵扯到的很多的利益关联 其实你是我之,天之地之 他要想彻底的改变,其实是非常难的 那么什么人在网上不断的去刨根问底 不断的去到各处的就去渲染这个 或者是打探这个 然后强迫你必须得说这个呢 这些人其实都是对中国足球怀有刻骨之仇恨的人 他并不是真正关心中国足球的人 所以这就是我对广州有失误这事的看法 那么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广州市体育局已经说了 说他们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调查 那么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公布这个结果 那么中国足球也组成了调查组去了 这件事一定会有一个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老百姓能不能满意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像当年的余审之战 对不对 可能调查的结果也不见得能够让公众满意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过去发生过 今天发生了 未来还会发生 因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本身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件事的本身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 非常复杂且 且且且且且切实的一种利益关联 知道吧 他在广东发生 他也会在江苏发生 他在江苏发生 他也可能会在北京发生 所以呢 我们必须得有足够的 第一我们要 是非分明 明确的表达对于这样的现象的 这个抨击和和和和这个声讨 但同时我们一定要有耐心 因为他不可能 一夜之间这就没了 他没了代表着 整个这事就没了 可整个这个事是不可能没的 所以下单吧 现在看看多少 今天晚上咱创个记录 雪峰哥下了 我操 牛逼 雪峰哥下了20箱的冰洋梅 雪峰是吧 还有一个车友下了 现在2.6 从刚才是1.5到2.6 2.64 小青龄都没了 4100人啊 那么广东这个事 我们就先放在一边 我告诉你 在此之前 就类似这个体系下的运动会 其实这样的事情 层出不穷 层出不穷 听懂了吗 层出不穷 绵延不绝 因为他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竞技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的事 对吧 但是你说 其实就指出 并且明确表明这个态度 对吧 明确的表明我们这个态度 你们这么做 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最后那个队说 求我 把微博删了 同时 自动退出了 自动退出了 这是这是我们 你别说15 我 我 我